各位大佬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 野猪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原神资讯及福利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野猪我突发奇想整了一个活 希望大家会喜欢 嗯,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可以转换日月的法宝 让我来试一试 如果前面的整活有让大家感觉到开心的话 请点赞三连支持一下 令祝大家单抽出金十连双簧 这里向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容易遗漏的箱子 就是研究所这里 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是长夜下去这个研究所做任务 先说一下怎么去研究所 首先来到这个岛屿的左上角 到达位置以后通过机关飞过去 然后在研究所最外侧的岛屿上有一个遗迹 在长夜情况下这里是关门的 所以在白夜情况下再来一次 就可以获得这个15000摩拉了 接着来劈一下谣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这次魔药延期的活动地图是可以卡出去的 具体卡的方法 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了 那么因为这个bug现在出现了两种传言 一说这个外面是须弥 这肯定是假的 而且这个帖子已经删除了 第二个就是说外面的区域有宝箱 这也是假的 是披上去的 这里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消息 最近有很多国际服的玩家表示 登陆原神感觉延迟很高 这是因为海底的电缆被损坏了 所以现在有些国际服玩家上线以后 延迟会非常的高 这不是米哈游的问题 修复工作将在2月2号开始 还请各位国际服的玩家忍耐忍耐 我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隔三差五都会有新朋友来告诉我 野猪野猪我发现了天空倒 一种非常激动的心情 就好像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 记得野猪我第一次看到天空倒的时候 我也是这种感觉 哇 起鸡皮疙瘩了 哇 天上还有岛的 能不能上去 然后那一天 我一直向着天空倒的方向在前进 直到被派蒙叫回来 这里和各位新朋友说明一下 这个岛屿从一开始就有的 总有一天我们会上去的 当拿掉砂糖的眼镜以后 哇 哇 这里祝大家欧气满满 好运连连身体健康 单抽出角色 十连出双簧 我是自由带野猪 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原神资讯和福利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谢谢